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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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二空间 当人类开始将触角延伸到海洋时 这片蔚蓝色的土地也就不可避免的变成了战场 对于那些岛国或者是滨海国家而言 治海权的得失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 我们举个例子 公元前480年 波斯王薛西斯一世亲自率领陆军30万人 以及战舰1000艘入侵希腊 当年9月希腊人在雅典的带领下 在萨拉米海战中大胜波斯人 使希腊城邦免遭外敌统治 假如这场海战中失败的一方是希腊人 那么世界历史就要感谢 进入16世纪以来 治海权更是与霸权的更替和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 近代欧洲先后崛起的几个强国 你比如说葡萄牙 荷兰 英国等等 无一不拥有强大的海军 无一不拥有对世界主要海上通道的控制权 治海权如此之重要 以至于美国的海军战略家马汉 将他与世界霸权划上了等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治海权的重要性依旧是军事大国 特别是超级大国争夺的对象 但是人们在谈论治海权的时候 开始给他加上了一个前提条件 治空权 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没有治空权就没有治海权 总观当今世界海军强国 他们先进的水面战舰都将防空置于压倒性的地位 特别是对那些在远洋活动的海军而言 强大的防空能力 治空能力更是不可或缺 那么为什么防空对水焰舰艇如此重要 为什么有制海权就必须要有制空权呢 接下来我们举两个例子 1940年12月8日 这是美国人历史上黑暗的一天 西太平洋岛国日本出动六艘航空母舰 两艘战略舰舰舰舰舰和九艘驱逐舰组成的特混舰队 出动了350多架舰载飞机 携带着航空炸弹 鱼雷 分两批铺向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 一举击沉了停泊在港内的各种舰支四十余艘 其中包括像内华达号 亚利桑那号等五艘战略舰 美海军太平洋舰队遭到重创 第二个例子 1944年10月24日 日本大河级战略舰五藏号 在莱特湾海战中遭到美国海军舰载机的猛烈攻击 身中21枚鱼雷和32颗炸弹后 最终沉入西部沿海海底 时隔半年1945年的4月7日 在著名的冲绳战役当中 日本大河号战略舰在美军280架飞机的攻击下 葬身海底 要知道 这个大河级战略舰 它可是当时世界最大最坚固的军舰 它的满载排水量是72800米 相当于今天的一艘大型航母 最高航速是27架 舰上装有三连装460毫米组炮九门 炮弹重达1460公斤 还有两座三连装155毫米的舰炮 和12座双连装127毫米平高两目炮 整个的战舰光是装甲 就重达21266吨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钢铁堡垒 谁能够想象出来 它也有被击沉的一天呢 而且非常可悲的是 大河级的两艘舰 基本上就没怎么使用过 日本人舍不得 一直把它们当作神秘武器 当作撒手锏 准备在关键的时候 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那这两个例子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在飞机出现之后 对水面舰艇最大的威胁 已经不是对手的舰炮 而是来自空中的火力 如果你没有有效的对空防御 你再大口径的火炮 再厚的装甲 也只能是摆设 那现在对于水面舰艇来说 第一要务是防空 第二要务是更好的防空 如果没有制空权 那它就是一个 没有生存能力的火把子 不能生存 当然就无法战斗 二战时的这两个战力 说明了水面舰艇防空的重要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空中的威胁除了飞机之外 还有形形色色 体积更小 速度更快的反舰导弹 可以说这是水面舰艇的最大危险 那么简单防范呢 这个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上 导弹 它就是海上防空的主力 当然了 舰炮也能防空 水面舰艇都会装有一定数量的防空火炮 但毫无疑问 它的防空效果远不能和防空导弹相比 第一我们说导弹它的射程远 拦截范围大 而舰炮的射高射程都非常有限 不能对付高空和远距离的目标 第二导弹有各种制导手段 精度高 而舰炮呢 一般都是利用火力的密度 形成弹幕进行拦截 一般情况下舰队防空 它会把防空导弹和舰炮结合起来使用 发挥各自的优长特点 美国海军呢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支全球性的力量 自然呢 对防空就格外重视 它是最早在水面战舰上装备防空系统的国家 早在20世纪50年代 美国海军就推出了第一代防空系统 也就是所谓的3T导弹系统 把这三种导弹结合起来 共同担负舰队的防空任务 第一个T是小猎犬防空导弹 主要用于防御中低空飞机 1952年开始T量生产 采用雷达波数制导 最大射程16千米 最大的作战高度是12千米 最大的飞行速度为2.5马克 第二个T是黄虹骑士防空导弹 它是一种威力比较大的远程中高空舰载防空导弹系统 主要用于对付各类飞机的攻击 1959年服役 第三个T是达达人防空导弹 1958年开始研制 是中进程中低空舰队空导弹武器系统 在3T当中 它的体积最小 距离最短 舰载防空导弹 通常按照拦截范围 可以把它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区域防空型 另外一种就是末端防空型 那什么叫区域防空呢 顾名思义 就是拦截的范围比较大 可以对一个比较大的空域形成防护 这样的防空导弹 最大射程一般都是在七八十千米 甚至一两百千米以上 射高可以达到二十多千米 能够有效的对付较远距离的中高空飞机 当然对付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也没问题 那对于那些在远洋活动 没有陆地防空火力保护的水面舰艇来说 区域防空能力至关重要 一支水面舰艇编队 通常都会有那么一到两艘 担任区域防空任务的战舰 你比如说日本的舰队 他就由一艘金刚级宙斯顿舰 负责中远程防空 当然了你要想拦得远 就必须看得见 所以他对雷达的作用距离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一般是要在四百千米左右 虽然说中高空舰载防空导弹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问世了 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防空能力 他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有的 而且他有他特定的标准 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谈 那什么叫末端防空呢 他也被称作点防御 用于舰艇的自我防御 简单的说 谁打你 你才能防谁 所以他防御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被称作是水面舰艇的贴身卫士 他的最大射程一般是二十几千米 射高在八千米以下 用来对付低空飞机和反舰导弹 美国的标准一防空导弹 和北约的海麻雀防空导弹 是比较典型的用于末端防空的导弹 装备了多个国家和地区 总体上来看 有区域防空能力的海军不多 这与一个国家海军的实力和任务使命有关 那么美国的标准型防空导弹 到底有哪些性能呢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著名的 而且也是技术最为先进 能力最为强大的舰载防空导弹系统 它的研制是从1963年开始的 经过了几十年不断的改进 这个标准导弹 它已经发展成了一个 拥有数十种型号的庞大家度 不但成为美国海军的主要防空技巧 而且它还装备在 其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 一百多艘舰艇上 另外呢 美国还在防空型的基础之上 研制了标准空对地反辐射导弹 在70年代和80年代被美国海空军大量装备 标准系列导弹呢 主要分一二三三个这个三个系列 每个系列呢 又可以有很多的型号 那最早投入使用的肯定就是标准一系列了 这是一种近程防空导弹 那目前美国海军主要使用的是标准二系列 它是一种中远程防空导弹 具备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那种区域防空能力 标准三呢 可能大家最近几年听到的比较多啊 它是一个反导的型号 是美国海基导弹防御系统所采用的拦截弹 另外现在呢还出了一个标准次 正在研发当中 用于对陆地呢进行火力支援 几十年来呢 美国海军啊不断的对标准二型导弹进行升级改造 所以现在的标准二和最初的那个型号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目前使用的最广泛的是标准二第三批 标准二三型A型的射程精度 还有它的抗干扰能力都有大幅度提高 配备的这个高爆战斗部 它的爆片也具有更大的速度 所以对来袭目标的毁伤能力呢更强 另外呢这种导弹呢 它还可以非常有效的 对付那些超低空高速小目标 比如说掠海飞行的反舰导弹 可以在距离军舰二十到二十五千米处 拦截距离海平面十到十五米高度 低空飞行的目标 这个标准二三B型 这个说起来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拗口 所谓标准二三实际上就是第三批标准二 我们就把它简化成标准二三 刚才我们讲了A型 那么这个B型和A型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加装了一套辅助红外传感器 所以它变成了双模式制导 并扩展了导弹制导逻辑运算功能 使这个导弹呢能够更好的处理 从舰上传感器 还有弹上寻地器上传来的信息 从而提高了导弹在最后飞行阶段 对付重要目标的性能 反舰导弹与舰载防空系统是现代海战的主角 两者作为对立面 它们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 反舰导弹的发展进步 必然带来舰载防空系统越来越完善 当今世界一流的防空型战舰一般具备两个要素 第一呢是多功能相控阵雷达 第二是垂直发射系统 那为什么说这个多功能相控阵雷达 还有呢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就这么重要呢 我们都知道啊最早的反舰导弹 它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问世的 六七十年代之后 得益于在战争当中的优异表现 各国开始重视反舰导弹的研发 各种射程远速度快高度低的反舰导弹 纷纷问世 这样一来呢那水面舰艇编队就面临着大提量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 生存压力越来越突出 怎么对付这样的威胁 它要求水面舰艇编队中的防空舰艇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向各个方向发射足够数量的拦截导弹 换句话说面对饱和式打击 那你就必须要有抗宝和打击的能力 否则你的舰艇编队就无法脱离陆地防空火力的保护 就只能在沿海近海活动 就不能走向远海大洋 那舰载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恰恰就是战舰拥有抗宝和打击能力的两个法宝 这个相控阵雷达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跟踪来自多个方向的多批次目标 探测距离可以达到400多千米 这样一来呢 它就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组织多通道火力 拦截敌方反舰导弹的宝和式攻击提供了信息基础 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相对于传统的旋转瞄准式发射系统而言 它的反应时间短 发射效率高 而且备弹量充足 同时导弹垂直发射技术 它通过矢量控制 那么使这个导弹在发射之后啊 可以在短时间内以最小的转弯半径进入攻击角 最终在最小距离上拦截来袭导弹 那这些呢 对于应对宝和式攻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 最有名的当然要属宙斯顿系统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军水面防空系统 宙斯顿 它是希腊神话里的一种武器啊 是神话当中的武器 在希腊神话当中啊 有一个主神宙斯 宙斯呢 它有一面雕有蛇发女妖头像的盾牌 那么这个盾牌就是宙斯的护身法宝 谁建了它 谁就会变成石头 所以我们看呢 用这个名字来命名啊 这样的一个防空系统是非常合适的 宙斯顿系统的研发呢 当然和苏联有关 在冷战时期呢 苏联对付美军航母编队的思路 就是用大量的反舰导弹进行宝核攻击 那么当时呢 美国海军的各种传统防空武器啊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所以它就开始发展革命性的 具有抗宝核打击能力的宙斯顿防空系统 这个系统呢 于1980年研制成功 首先装备在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上 后来呢 又装在美国海军最新型的驱逐舰阿里伯克级上面 舟斯顿系统呢 主要由六个部分组成 多功能相控制雷达 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火控系统 作战指挥系统 计算机 还有呢 电子战系统等等 舟斯顿系统在对周围的全空域进行多目标搜索与警戒的同时 能够对多目标进行火控跟踪 还能够提供威胁判断和决策 武器分配 火控的功能等等 除了对空作战之外 它在对海对岸作战和反潜作战中 也能够提供这些功能 多功能相控制雷达呢 是整个系统的核心 它对空警戒距离为370到470米 可以同时监视400匹 自动跟踪100到150匹目标 从搜索到跟踪 这个转换时间 仅有50微秒 可以同时引导导弹攻击12到18匹目标 还能够迅速的将目标战术态势显示在作战指挥控制屏上 同时呢 它可以把全部的数据传输给其他的舰值 就是信息可以共享 毫无疑问 宙斯顿系统是当代水面舰艇防空能力提高的一个划时代标志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 已经有20多年 将近30年的时间了 美国海军呢 不断的对宙斯顿系统进行升级 而且这个最新的宙斯顿系统 它具备了跟踪弹道导弹的能力 2006年的11月27号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一个仪式上 向美国海军交付了第100套宙斯顿系统 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迈克木兰上将宣布 接收这套宙斯顿系统的驱逐舰 将被命名为韦恩·麦耶号 韦恩·麦耶呢 他是美国海军一名退役的少将 被后人尊称为是宙斯顿之父 据说这个麦耶呀 从小就喜欢玩一种玩具积木 那么这种积木呢 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基座 上层可以通过变换不同的零件 而摆成千奇百怪的造型 麦耶从这种积木上得到启示 把建造一点 试验一点 再建造一点的这个系统工程理论 引入到宙斯顿的研发当中 为系统升级留出了空间 宙斯顿历经20多年 仍是世界上比较好的舰载防御系统 改变了一些国家刚研制出的先进装备 没过几年后变遭淘汰的区域 宙斯顿系统目前装备了全球百鱼艘战舰 除了美国自己 日本韩国挪威西班牙和澳大利亚 也选择了宙斯顿系统 和宙斯顿系统配套使用的是 MK-41垂直发射系统 这是一种装在军舰甲板下边的 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可以发射很多种类型的导弹 包括像战斧巡航导弹 像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标准和海麻雀防空导弹 鱼叉反舰导弹等等 几乎囊括了美国海军的全部导弹 其中你像体积比较小的海麻雀 它用MK-41就是一个装填孔 它可以装四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MK-41系统它的兼容性通用性是非常好的 那么系统在进行作战任务时 不需要进行瞄准 而且取消了装填系统 每一枚导弹都是装在发射导轨上 处于即刻发射状态 所以反应时间快 发射效率高 能够达到每秒钟发射一枚导弹 那唯一的限制因素就是你建上可供利用的火控通道数 导弹的选择由电子系统完成 遇到不合适的或者是有故障的导弹 那么这个系统能够立即选择下一枚导弹 几乎没有时间延误 MK-41导弹随时发射系统是于1986年正式列装 装备在美国三种型号的舰艇上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 斯普罗恩斯级导弹驱逐舰 还有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2002年的1月 美国海军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要在下一艘航母 就是布什号上面 安装两套MK-41导弹随时发射系统 用来发射海麻雀改进型导弹 这是MK-41导弹随时发射系统首次登陆航母 那么装备的两套系统 一套是在航母船尾的左舰 另外一套是在航母的前部分 也是左舰 另外美国海军最近一些年 还成功的用这套系统 发射了标准三反导弹截弹 MK-41系统也是被装备到了 很多国家的海军当中 大概有11个国家 170多艘舰船上装备了MK-41系统 宙斯顿系统是美国战略伙伴的首选 它的先进性能不言自明 能与之媲美的是 李夫防空导弹系统 以及海毒蛇导弹系统 这两种又有着怎样的先进性能呢 李夫防空导弹系统是陆基S300PMU的建设型 是一种远程垂直发射防空导弹系统 首先装备在前苏联基洛夫级导弹巡洋舰上 搭配基洛夫级的雷达 构成了所谓前苏联版的宙斯顿防空系统 最新型的是李夫M系统 它是S300PMU-1的舰载型 导弹的最大速度提高到6马赫 射程是120千米 一套典型的李夫M舰载防空系统 它包括一部目标搜索雷达 一部导弹制导雷达和8个发射单元 一共是64枚导弹 配套的火攻雷达能够同时引导12枚导弹 拦截120度扇面内的6个空中目标 李夫系统的自动发射装置 被俗称为左轮手枪式 在每个发射井内 它都有一个大型的转柱 上面挂有带驻运发射筒的导弹八枚 导弹围绕着转柱分部 在转柱下面有一个转动机构 在发射导弹转至发射井口之后 这枚带发射导弹被加电并装丁参数 那么其他的导弹可以进行射前检测 海毒蛇导弹系统以前被称作为主防空导弹系统 由三个欧洲国家 法国 意大利 英国合作开发 目前装备在英国四五型导弹驱递舰上 这个系统包括桑普森相控阵雷达 作战与控制系统 齐尔瓦导弹发射系统和 此晚15 此晚30导弹 可以完成从点防御到区域防御的防空作战任务 能够全天候 甚至在电子干扰条件下作战 舰载防空导弹编织了现代海战的天保 配备舰带防空导弹的舰艇也因此而身价倍增 尤其是装备了相控阵雷达 装备了垂直发射系统 而且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的战舰 也就成为了现代海战的主角 那么这些主角都花落谁家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美国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 它是美国海军首次装备了宙斯顿系统的水面战舰 所以问世之后给戴上了很多的帽子 有很多的美誉 比如说被称作当代最先进的巡洋舰 说它具有划时代的战力和生命力等等 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主要任务是对付编队空中饱和攻击 同时兼顾编队的区域反潜和对海对岸作战 首舰是1983年1月服役 一共准备是建造了27艘 现在已经全部完工服役了 它的标准排水量是7015吨 有122个可以用于发射各型导弹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 在通常情况下 导弹的分配方案是这样的 16枚战斧巡航导弹 24枚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82枚标准2导弹 当然了 由于你每次执行的任务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种导弹的数量 它会有所调整 根据任务做出一些变化 那么经过20多年不断的升起改进 提康多罗加级导弹巡舰 已经成为当今美国海军最具效能的武器系统之一 具有全面而均衡的作战能力 我们说宙斯顿系统给它提供了一个严密的防空天网 那么战斧导弹又使它成为一把犀利的进攻之舰 不过这种军舰因为它建造的时间比较早了一点 所以它在船型设计上没有考虑到隐身性的问题 那么从外形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下面我们再说一说美国的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这是世界上第一艘装备了宙斯顿系统 而且全面采用衍生设计的驱逐舰 是一级以防空为主的多用途大型导弹驱逐舰 首舰是1991年7月完工交付海军 该舰不仅建造数量大 而且它的型号也特别多 它们都有相同的舰体和动力系统 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武器装备的改进 还有更多的高技术的应用 一型它有90个用于发射导弹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 2A型有96个 根据作战任务来决定战斧标准2 阿斯洛克的双填量 但是以标准2为主 因为它是一个以防空为主的驱逐舰 今年的6月4号 美国海军新一艘 也是第60艘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劳伦4号 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举行了服役仪式 阿里伯克级是美国也是世界上 迄今为止建造数量最多的导弹驱逐舰 和其他同类型的驱逐舰相比 它在防空反潜和反潜方面都名列世界前茅 我们再看看日本的金刚级和爱荡级导弹驱逐舰 金刚级呢 它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二战后建造的 冬位最大火力最强 性能最优的驱逐舰 也是美国之外首个装备宙斯盾系统的水面舰艇 当时的背景是呢 日本海上自卫队急需加强八八舰队的防空能力 但是发展航母呢 又受到种种限制 特别是法律的限制 在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希望实现突破 所以拥有出色防空能力的宙斯盾舰自然就成为最好的选择 金刚级呢 为美国海军阿里伯克级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它的一个仿造版本 这个两者呀 在指挥系统武器装备上大致相同 但金刚级舰体采用了日本的设计 比阿里伯克级呢 宫位更大 航程更远 所以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个核心建设 它的首舰金刚号呢 于1990年5月开工 1993年正式服役 金刚级全盘引进了美国的宙斯盾系统 总共有90个MK41垂直发射单元 一般情况下 它装载74枚标准防空导弹和16枚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全舰呢 可同时对付12个空中目标 具有一定的抗饱和攻击能力 从这个总体上来说呀 它的防空能力是普通的巡洋舰驱逐舰的4到5倍 爱荡级呢 其实是金刚级的一个改进型 标准排水量达到了7700吨 比金刚级足足多了450吨 在信息站方面 爱荡级装备了最新的ANFP1D型宙斯盾雷达 具备更完善的电子对抗能力 并显著的提高了对低空掠海目标的探测能力 能准确快速对敌方巡航导弹 以及其他威胁做出反应 在海面作战方面 爱荡级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 它的垂直发射单元多达96个 比金刚级多了6个 而且可以发射最新型的标准三型导弹 在防空反导能力方面 它是应该说超出了前面的金刚级 在反潜能力方面 爱荡级增加了一个能容纳两架反潜直升机的机库 使爱荡级的标准反潜防卫圈半径 扩大到了200千米 另外这个爱荡级还对舰体对外形做了部分修改 增强了衍生性能 韩国是在美国 日本 西班牙 挪威之后 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宙斯顿舰的国家 失踪大王级导弹驱逐舰的首舰 世宗大王号于2007年5月25日下水 08年12月22日开始服役 它的二号舰利古里尔号 是2010年8月31日结束实验运作移交给海军 三号舰全利号还在建造当中 世宗大王级的标准排水量达到了7700吨 装备了宙斯顿基线7P1系统 这是宙斯顿系统的最新升级版本 具有很强的海上区域监控能力 尤其是它提高了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英国的四五型导弹驱逐舰 它在舰体外形上 我们可以看到采用了非常先进的隐身设计 这一点我觉得它比美国的阿里伯克级 日本的金刚级都要好 就是说隐身性能是非常突出的 满载排水量达到了7350吨 这是二战之后 英国人建造的最大的水面战舰 首舰叫勇敢号 于2003年3月开工 2006年2月下水 现在已经正式服役了 四五型舰采用了与美国周斯顿系统 十分相似的海毒蛇导弹系统 首批三艘舰 它装备六套八单元 由法国舰艇建造局设计的 希尔瓦垂直发射装置 因为英国和美国关系很好 很多武器都是从美国买进来的 那么为了达到武器装备和美国海军的兼容性 所以第二批建造的三艘四五型驱逐舰 垂直发射系统就换了 由希尔瓦系统换成了美制的MK41系统 那么MK41还可以发射战斧 标准2还有标准3等等 2011年的5月20号 四五型首舰勇港号首次成功的发射了海毒蛇导弹系统 那么这个也是历经失败之后才成功的 所以英国人非常兴奋 国防部负责国防装备保障和技术的一个副部长表示 说这是四五型驱逐舰取得的又一次重要进展 他说海毒蛇是世界上先进的武器系统之一 该导弹在四五型驱逐舰上的装备 将为英国海军提供强大的防空能力 英国皇家海军第六艘也是最后一艘四五型驱逐舰 叫邓肯号 已经于年前年的六月份下水 并将在2014年开始服役 舰载防空导弹除了可以防空 也就是防范空气动力目标的威胁外 现在它还有了新的能力 就是反导 以防范来自大气层外的弹道导弹 当然弹道导弹通常不是针对水面舰艇实施攻击 海基反导系统并不是舰队自卫的必要手段 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陆地目标 免遭敌方弹道导弹的袭击 目前世界投入实战部署的舰载反导系统 就是美国的海基中断防御系统 这个系统也被日本全盘引进 整个系统它是以宙斯顿舰为平台 和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是一样的 主要由经过改进的SPY-1多功能相控阵雷达 作战管理与指挥控制系统和标准三动能拦截弹组成 它负责在大气层外进行对来袭导弹的拦截 目前所使用的是标准三EA型拦截弹 那么与部署在陆地的反导系统相比 这种舰载的海基反导系统 它到底具备哪些优势 其实它的最大优势就体现在海洋的载体上 我们经常说 说地球的表面70%都是海洋 那么这样一来 它就给军舰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还可以灵活的选择最佳的部署位置 只要你在海上 你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不进入别人的12海里就可以 比如说 这个宙斯顿舰 如果部署在靠近敌方导弹发射点的前沿海域 那么它就可以在大气层外拦截处在一个上升飞行阶段的导弹 甚至是在助推飞行中的导弹 这个时候不仅拦截的成功力大 而且保护的区域也更广阔 如果宙斯顿舰部署在被保护区域附近 那么它可以在大气层外拦截 就是正在下降飞行的导弹 如前所述 防空作为舰队的首要能力 它本身并不是目的 我们生存下来是为了更好的战斗 通常来讲 海军主要使命是夺取制海权 控制世界战略水道 这个任务 当然要依靠强大的海上攻击能力来实现 只有消灭了对手的战舰 将它从重要的海域排除 才能够达成控制海洋的目标 信息时代 信息已经成为战争的神经 信息作战先与其他作战行动展开 贯穿作战全程 直接主导战争的结局 成为现代战争的宠儿 围绕制信息权的较量 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战略竞争的制高点 那么美军的信息作战 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进呢 在各个不同的时期 又有着哪些经典战力呢 敬请关注蒋武堂 即将播出 国防大学李明海副教授解析 美军信息作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